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庆陈老师 我常说行情必先定位 趋势必先认清 涨什么跌什么 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 像乌头昌行一样 每天一直在重务 做最高3D的一个宿命 这样就不太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礼拜二因为礼拜三是台风下 那么礼拜二指数是 重挫大跌下来 不过礼拜二超导体 超导体的一个概念股 全面喷出全面涨停 大三也好第一桶也好 甚至包括这个建通 中华化 绿电啊 金义鼎啊 泰铭啊 哇这些的一个股票 礼拜二 全面涨停满 有多少专家 带你去追加 有多少的一个专家 告诉你 超导半导体 很棒 要来 如果你礼拜二 因为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 喷出大涨上来 而贸然去做追加的话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今天这些的股票怎么样 今天这些股票几乎全面杀跌停 为什么像这些那个股票今天会下杀下来 你看哦 这些股票礼拜二很多专家拿出来跟你谈 带他们会员朋友去追加 为什么我不会去追 我告诉你说我多方的一个主轴 仍然就是看AI跟车用 这个主轴 我一直强调 这个主轴没有改变嘛 当然AI涨多了 短线一定会震荡 震荡我没有叫你去追加 但是你看看 礼拜二的时候 超导体的一个概念股 全面涨停满 但是如果你看到礼拜二这些那个股票涨停满 你去追加 你去追涨停的话 这些那个股票今天下杀跌停满 你怎么办 光宝科杀跌停 加农杀跌停 泰明杀跌停 中华化杀跌停 第一铜杀跌停 这些股票几乎早盘一下子下杀下来就跌停满 可能你想卖都还卖不掉 那为什么这些那个股票只是 只是谈话一线而已啊 我想这些你要非常的清楚嘛 超导的一个半导体 这是美南韩的一个论文的一个理论嘛 他是一个理论 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说希望未来在整个这个常温或低温之下 可以达到零电阻 这样的一个让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事实上 他现在达到了吗 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让 的一个期待而已嘛 他有没有实质的需求 没有 存潮底财 很多市场旷风生出来 你跟着人家人云亦云 你去追加今天就杀跌停 但是反观你可以看到礼拜二 AI的一个概念股 全面的一个重车下炸下来 礼拜二AI上引四速列车 很多人都告诉你AI玩完了 短线过乐 这个这个这个我知道嘛 因为我也告诉过大家 我说AI的概念股 短线一定会剧烈震荡嘛 剧烈震荡会告诉大家 集拉上来这上礼拜 上上礼拜的时候会告诉大家 我说集拉上来你要懂得怎么样 要懂得 见好就收 要买等待什么 拉回的时候 当机会来 你说大兄带你来怎么样 带你来锁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礼拜二的时候 AI的一个概念股 全面重车大跌下来 很多人告诉你 AI玩完了 AI结束了 AI真的是玩完了吗 你自己看今天表现最强的是什么 除了有些的一个这样 有些的PAC放拉器的一个全新 红解科或是易融店 因为库存的一个调整最快的状况已经过了 所以这些的股票 没比短线上有就价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是真正的一个大主轴 波段的一个大主轴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AI 你看AI伺服器的银帮 短线拉维修正之后 今天马上要急拉涨银帮 包括的一个生日模组的一个 的一个建策 以及设备股 私生设备的一个星云 还有利质 甚至丰盛的一个华太 这些AI的概念股 你看今天全都大涨上来 甚至再到的一个奇荣 奇荣也是我们家的一个股票 从140待会没有锁定 大转特转上来 目前我破断单还是续报 还有策用的一个先进光 你看这一波怎么涨的 我从八字头九字头一路转上来 破断单我还是续报 包括的一个广达 先大转一趟之后 然后拉回 我就告诉大家 指标股就是看广达 有没有 AI先知者的大赢家 就是大胸我 广达的一个总代理 今天下沙下来 漂亮逃底成功 漂亮朝廷成功 未来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 我们一步一步看下去 你可以看到 最近我们的操作真的没话讲 带着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开心大赚 你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带会员朋友来赚的 从三月份的一个四星KY 再到四月份的双红 五月份的一个齐红 然后再到六月份的一个广运协议机窗户 等等至少都是一倍两倍 带着会员朋友开心大赚 再来再到七月份的一个先进光 红宝 然后广达 甚至细微 你可以看到 细微 先钻四根的一个掌停板 钻四根的一个掌停板之后 短线吉拉过后 短线震荡它结束了吗 它结束了吗 你觉得它就会一波结束了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如果你是我会员你就知道 再来广达 你看广达我买再两百块 都有讯息为证 吉拉上来 开心获利出一趟 只留基本单 然后今天下沙 上礼拜 礼拜二不是杀跌停吗 那今天早盘开低 我问你 你敢不敢买 很多人觉得不敢买 很多人一定要看到翻红上来 才带会员朋友去追 但是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说真的你真的很幸福 因为唯一真正能够掌握到 AI的一个大航运 大机会的一个投资朋友 就是大胸 我这样讲 一点都不过分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广达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找盘开低下来 开低下来 我建议会员朋友怎么买的 你看206213 完全成交 我没有买最低 但是至少209 你看是不是买得很漂亮 直接买进三成 直接买进三成 盘中吉拉上来 这样吉拉上来也将近 将近快10%了 你看我今天又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低点上 漂亮朝底成功 为什么我看好它 我待会我再好好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 包括我告诉大家的一个 张姆斯盘德的一个马吉好兄弟 继续为之后 如果续为四天四跟了一个涨停板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务必要赶紧跟上大兄的脚步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几组 一般会员 特别会员 双股四组会员 一般会员 我也给你 我就告诉大家 人家出生段 大涨了超过七倍之后 然后回测 主生段打底成功 打底成功 现在要直接迎接主生段的一个大行情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带会员朋友在63块半64块半 开始布局买进 布局买进之后 今天这档的股票表现怎么样 今天大涨 已经快来到七字头了 一切才刚刚开始 你都还来得及 这是哪一档股票 你不必猜 跟上大兄的一个脚步就对了 那么还有 就是苹果光的先进光 你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都告诉你先进光好棒 我当然知道棒啊 但是他棒的理由到底在什么地方 八字头有谁 谁带会员朋友掌握 九字头谁敢买 104 7月4号 你看是不是买得很漂亮 一买进之后 大涨来到160块 光是这样一段的一个破断价 超过82% 超过82% 真的感谢大家共襄胜君 我可以告诉大家啦 他还没有结束了 当然不是叫你去最高啊 那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先进光 这一波表现会这么的一个强 很多人不晓得 很多人啊往往看到的就是 过去财报数字 过去第一季亏钱啦 老师这种股票 怎么可以买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种股票怎么涨的 这种股票怎么涨的 为什么他会涨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他有两家的一个 转投资公司 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啊 一家叫做什么 一家叫做柯亚 一家叫做耀威 那你知道吗 这两家的公司 渴望带动他的一个明年 不论是在进食的一个大湖提升 不论是在EBS的一个获利的一个 大湖的一个跳升 他会带动他的一个多少的一个 多少的一个获利的贡献 有谁知道 很多人不晓得 当然啦 先进光今天大涨上来 明天再涨一定会震荡 因为现在分盘交易 我们叫你去追啊 但是如果先进光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那么这档股票捆成万里 我也告诉大家 同样的出身段大涨 超过六倍将近七倍 回撤打底 回撤打底 目前主身段 正在孕育当中啊 不要多 我只要等幅测量就好 现在才三字头 等幅测量 等于是到八字头啊 三字头到八字头 你自己去算算 这样的幅度有多少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要不要赚 想要赚的一个投资朋友 就要赶紧跟上我们脚步 那第一个啦 还没加入标股 今天你来的 我Telegram投资朋友赶紧加进来 如果你每天想要第一时间 知道未来有50%以上 获利空间 底部起场主力标股 可以直接点选啊 那你的右上小手页 你就能够免费 线上直接收看 大兄每日标股全公立 那么如果说 你认同大兄的一个 选股功力 以及看法 也欢迎各位 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 或者你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的话 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板 把你的一个想法 把你问题把它写下来 我知道最近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maybe有持股上个问题 那如果你有持股上个问题 没关系 你可以透过9-end 透过9-end直接私讯给大兄 或直接打电话 进来跟我们线上的一个 理专人员来做一个掐取的动作 但是记得留下你的大名 有些人 哇持股好多 但是你叫什么名字 连络电话没写 那你叫大兄怎么找到你的人 你要大兄来帮你 但是你也记得把你的大名 跟你的一个联络电话 把它写清楚 那这个行情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你不用担心 就是趋劲震荡 短空中多的一个格局 短空中多的格局 你不必怕拉回 有拉回就有低线上车的一个机会 这个看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 从12629.7涨以来 我就一路告诉大家 我说台股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从整个的一个 美国联整会的一个通膨或争取的角度来看 或是从的一个企业的库存 的一个调整来看 你看现在华硕会 包括的一个IC设计的一个 的一个联花科也好 包括的一个瑞宇 甚至PF工程化阿气文贸 全新红杰科 还有品牌大厂PC的一个宏基 华硕或是阿密的大厂或是面板大厂 双虎 有达群创 这些的一个大老一口同声都说 整个的一个台股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中端产品的需求 应该不会不至于更差 或许下半年整个的一个付出力道 可能没有一曲来的一个强劲 但是明年将会迎来怎么样 转据大成长 加上这个AI推动的一个科技类股的重沽 所以你想想看 在整个的一个下半年 甚至明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景气 会不会比上半年还要差 如果不会的话 你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 加上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升息循环 已经进入尾声了 当然短线上一定还是会受到的一个 一些的利空的关闹 包括的一个融资余额 因为最近融资增加 但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好现象 融资大几五十几亿 增加之后 大家被礼拜二的一个击杀吓到了 好棒 为什么好棒 因为礼拜二击杀 融资大坎 有些人受不了了 把怎么样 把股票砍掉了 当融资清洗完整理之后 那接下来后面的一个涨势才会更加扎实 所以你看着 这段的一个时间进行整理是好事 预计到八月中下旬之后 整个的一个让台北股市又渴望怎么样风云再起 就如同大兄告诉大家的 这个行情就是先蹲后跳的一个行情 这样的一个行情就如同 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所说的 的一个遛狗的一个理论 那个遛狗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主人在走路的时候 小狗会在主人附近跑来跑去 但可能有时候会跑得太远 但是迟早都会回到主人的身边 应用在股票市场上也是一样 但乖离过大的一个时候涨多它会拉回 跌升的时候它会反弹 在股票市场上的一个应用也是一样 当股票偏离基本面太远的一个时候 超涨超跌终究都会进行合理的调整 所以现在的一个行情就在进行合理的调整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新台币汇率也是一样 短期因为什么美国的信用平等 遭会议调降的关系 美国的一个就业数字量里 那美元货的支撑台币贬值 外资卖很正常 亚洲进贬 但是中期来看的话 连转会升级循环进尾身 所以未来台币是走贬的几率大 还是走升的几率大 你想想看 如果未来走升的一个几率大 那趁着短线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拉回席你要怎么做 再来就去数面角度来看 你看不论是2012年当时候 每一次当掌声响起的时候 连线扭转上来我都告诉大家 每一次当连线扭转上来 未来都有一年半到两年多的一个大行情 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改变 当然它不会每天涨 但是涨多它会整理 但是你会发现 每一次涨多拉回整理 回测季线 可能会破季线没有错 但是每一次回测季线就算跌破季线 换手整理过后面再继续往上抽 2012年是这样 2016年也是一样 2020年也是一样 2020年更狠 从8,523点一路飙到多少 飙到18,619点 如果中间的一个震荡 当你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那后面后面这一段的一个大好机会 你完全都错失掉 你穿得对心肝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也是一样 短空中多 短空中多区间震荡的格局 我还是老话一句 有拉回就有DG上车机会 季线不管破也不破啦 就算跌破 当然我最好我希望它跌破 因为跌破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很可爱 技术分析一流 往往看到的一个技术现行跌破 很多人就开始会偏偏看股票 把农资再彻底一个信息保护 这个很棒 那后面的行情才会怎么样 才会更大 才会更加扎实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重点 还是在个股 个股你怎么样来做掌握 那么到底真正具有 大波段权利的一个主軸 在什么地方 我就告诉过大家 就是AI 就是AI AI的一个先知者的大赢家 广达的一个总代理 为什么 我看好广达 你看好广达今天下山下来 谁敢买 谁敢买 你看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你看 你看今天你有这张讯息 你看漂亮草底成功 马上急拉上来 这种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那今天急拉上来 但是重点来了 这部那个反弹 他当然不会说 我一下子 从这个地方 就一路飙涨上去 不会 他一定会反弹以上 然后还会再怎么样 还会做一下子震荡 所以短期的目标 到底先看什么地方 但是中期的一个波段目标 有机会挑战到什么地方 我想这些你都要一清二楚 你也不知道你快来找大师兄 大师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为什么要赶紧来找大师兄 你可以看到 唯一真正能够帮你精神掌握AI的一个限制者 就是大师兄我 我相信如果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 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那为什么 为什么指标股就是先看广达 因为广达在整个云端ID的基础建设 是在距离领导地位 不论是辉达合作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超级电脑 8月起开始要生产 8月要开始生产 那8月9月之后的营收获利会怎么样 会大爆发 还有包括的一个微软亚马逊 这些AI的伺服器 大多也在下半年要开始出货 那又广达的一个AI伺服器 既贵的单价收价 是一般既贵的一个三倍以上 所以你想想看 下半年广达的一个营收会跳增 获利跳增 毛利率跳增 包括在车用的部分 这种股票我问你 这种股票会去的 再来 13年磨一剑 13年磨一剑 你觉得会只涨这样一波就结束吗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好好想想看 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涨 我真的要赶紧来找大胸 那除了广达之外 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双红 散热模组的双红 你看我们的掌握多漂亮 几乎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都有信息为证 当然旗鸿 旗鸿你可以看到 从140一路大涨上来 旗鸿相对抗点 没有急杀 没有急杀很简单 我们这一波 大转特转 超过162%之后 我们破断单 我们就续报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双红你看 我买在173% 然后7月25号 几乎卖到最高点 卖掉之后急杀拉回 急杀拉回好啊 为什么 我就是在等待急杀拉回 你看 为什么旗鸿 破断单我去报 但是双红急拉上来 我要先卖 我要把破断单 全数获利换口袋 这就是没干 这就没干 当然节目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一一解释 没关系 你如果想知道 你就直接跟我们做联系 那像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很棒啊 急乎买最低卖最高啊 这才是你要有分析师 你说是不是啊 而且明年就是 一人式的一个天下了嘛 今年是什么 3DVC的一个天下 明年是一人式的天下 所以今年为什么 先标齐红 先包正准 但是明年你就看着 明年要找谁 我这样讲 各位应该很清楚了吧 双红跌下来 好啊 跌的越升越好 跌越升 我们越有低阶减评 或者好聚会 包括的一个 的一个店员 的一个大厂也是一样 宝哥你看 我买在140 我没有买最低 因为我不可能 每一档股票买最低啊 我不可能 什么股票买 买司机档 很多的一个专家好厉害 我一买买司机档 礼拜二带你去买什么 超导的一个半导体 那今天又带你去追什么 AI的概念股 每天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会能够带给你大财户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大胸始终如一样 这才叫做专业的坚持 五天啊 价值超过的一个22%之后 全数开清货率换口袋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拉回好棒 我还没有出手 那这一波的拉回到底 拉回到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好的机会 你不必再跟上大胸的脚步就对了 包括的一个半导体检测的一个 仪特也是一样啊 我也是告诉大家嘛 仪特回测支撑有手 那我问你像这样股票 可不可以留意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他未来的产业是向上还是向下 尤其明年的一个 获利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那我问你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拉回可不可以买 你好好想想这样问题 包括这个詹姆斯的一个 庞德的一个马奇好兄弟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主身段 才刚刚要开始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的 细维你看连标识跟那个掌平板 那么像啊 马奇的一个好兄弟啊 张姆斯啊 庞德的一个马奇好兄弟啊 现在才刚刚开始 还有先进光啊 车载的镜头先进光 是怎么样的一个标涨上来的 我们帮会员没有掌握超过的一个 八成以上的一个价差 那么这档的一个股票 还在第一档才刚刚要开始 这又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想要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务必赶紧跟上大兄的一个脚步 我常说绩效才是最大的优惠 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他这档真的是差很多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路以来 我们怎样领先别人啊 帮会员朋友 一档接着一档 开心大转啊 俗话说南盘建高手 标股找贵人 相信大兄就是你的贵人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那在下一档正在公寄花旗线上 八月必买的一个长辈标股 大兄都给大家传好了 那么想要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 第一个 QR Code 赶快赶快加入 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买点到大兄亲自通知进场 财神爷来敲门真正的好戏 才要登场 想要跟着大兄一起同步掌握的好朋友 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兄拿出最大的诚意给大家最杀的优惠 买一送三 哇这个优惠真的很难得 就只有今天 因为趁着现在 机会又即将来临了 那么想要跟着大兄 一起来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兄保证用碎店门槛 让你所有愿望一次满足 而且你今天你只要办好所续 大兄这套与大物同行 的一个时善的一个操盘密集 里面包含讲义光碟 让你一起带回家 这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机会 尤其AI绝对是 今年跟明年的一个趋势的大主轴 如果说你想要像 四星KY 七红 双红 甚至的一个广达 以及六月份的一个广运 这类的一个股票 希望在下半年能够再搭转 一倍两倍的投资朋友 欢迎赶紧把这个电话 拨通跟我们线上理传人员 来取得联系的动作 0223219933 控理2321 QQ33 轻轻三三 我们明天同学先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作难的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感谢观看